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今晚的時事平台 伊朗上星期向以色列空域發射於300支無人機和導彈 以軍及其盟友透過防空系統攔截了99%的攻擊 不過仍然有最少兩名的兒童受傷 國際社會普遍檢查伊朗的行為 不過同時亦呼籲以色列克制 不過以色列已經開始進行反擊 究竟以色列和哈馬斯的鬥爭會怎樣發展 今天是請來兩位嘉賓 和大家一起討論這個記憶體 分別有時事評寧員陳晚明先生 你好 你好 你亦有時事評寧員何錦昌先生 你好 大家好 歡迎觀眾去到我們的網站發表你的意見 我們的網站是 www.fairchartqb.com 點擊時事平台的圖像 就可以在我們的網頁分享大家的看法 另外觀眾亦可以去到Facebook 搜尋時事平台在那裏留言 明先生先問問你 今次的攻擊值得注意 當然是伊朗最知名的自殺無人機 Shirky 136 它的時速只是185公里 說快不快說慢不慢 不過以色列和他的盟友 可以有長達6小時的時間 將他們攬折 這一種攻擊 究竟意義在於什麼 可以象徵意義 是否帶過實際意義 很明顯這一趟伊朗是一個象徵識義的攻擊 因為原因就是4月1日的時候 以色列就攻擊了在叙利亞的伊朗大使館 殺了他們七個軍人 其中兩個是革命圍隊的高級軍官 這個就是對另一個國家的主權心法 就是由維伊納公約到聯合國 都是不可以攻擊別國的領事館 而且伊朗和以色列並不是一個交戰狀態 當然了這個攻擊 直接導致伊朗上下都很憤慨 伊朗就要找個報復 來平息他們國內的民憤 或者跟他們國民交差和盟友交差 因為4月1日還是一個回教的齋戒員 所以伊朗那個星期就沒有發動攻擊 直到上個星期 在星期日的年辰 就開始對伊朗 伊朗對以色列發動一個大規模的空襲 但這個大規模的空襲是一個事先張揚的 你想想它無人機速度這麼慢 雖然數量很多 但是它飛行距離有一定時間 給以色列和盟國主委 美國和英國來攔截這些無人機 以及這些導彈 所以聽以色列說 99%的導彈無人機都是被攔截了 所以以色列境內傷亡是極之輕微 其實伊朗我們看到它不想這件事再搞大 射完這些導彈之後 伊朗說我們報復了 到此為止 希望這件事可以到此為止 但以色列又打轉頭了 當然了 以色列說 就是很明顯地以色列希望將美國拉下水 因為美國說明是會支持以色列的 既然你支持我 現在我打了人 那你是不是要幫我 我會幫助以色列自衛 如果伊朗這趟攻擊 所以美國為首的盟國 主要譴責伊朗你不能攻擊以色列 但是它沒有譴責以色列 為什麼你要攻擊別人的大使館 現在以色列就開始反擊了 已經是預告了 基本上我們會派人來攻擊你 這種戰爭 也不能說戰爭 這種開口牌的做法 其實在國際社會多不多見呢 說明說我會打你的 那你過來進行截擊 你怎麼看呢 這個肯定是一個 所謂有一個很周長的計劃的行動 正如Mick剛才所說 既然以色列炸了它 在敘利亞的大使館的時候 伊朗是沒有選擇 一定要做些作為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它是很難平息了 它是說它自己國內人民的那些憤恨 而如果它做不到這件事的話 那它的政權都變成 可以說受了內傷的了 就是不會即時決裂 都可能都是引了有後著 就可以給敵人乘機利用的 所以它一定要做事 不可以不做的 而它做呢 似乎也真的是三思熟慮的了 譬如說它已經在72小時 已經通知了其他國家 包括土耳其 約彈和美國 它說它會動手 然後它動手的時候 就會用三種武器 無人機 無人機正如你說 是一個行動很慢的 如果它從伊朗境出發去到以色列的話 要跨過伊拉克整個國境 全程距離差不多有1600公里 所以真的有很多個小時 慢慢飛過去 有很多機會被人打低它 另外它也用了一些低速低高度的巡航飛彈 這些也是壓音速的 不是很快的 然後它也有 根據一些報道 它也有用過 有30支超音速的導彈 而這些超音速的導彈 和這些巡航飛彈 和這個無人機 是在不同時間發出 而差不多計算到 差不多同一時間 到達這個 以色列的境內 那 似乎 就是 伊朗也成了這個機會 可以探討一下 以色列究竟 那個防空的制度是怎樣 正如所料 99% 就是這些 慢速的無人機 這些慢速的巡航飛彈 都是大部分擊落的 但是似乎 就根據 也都是有些媒體的報道 就是有7支 這些高超音速的導彈 是打到這個以色列的境地的 主要就是在兩個軍事基地上 包括一個空軍基地 一個就是大型的情報中心 被它打了 那在這個方面來講 就是軍事目標 不是說平民目標 所謂做到的 人命傷亡 就可以說是 比較少 那至於有無 那它根據報道 就只是一個女孩 就是說比較嚴重的傷害 但是其餘的有無 這個當然不知道 它沒有報道 就是我們不知道 但是就是擊中了 有兩個軍事基地 包括就是 有一個畫面 就看到就是 在那個跑道那裡 是被炸了一個大坑 那這件事來講 它是試出了 就是說 以色列方面的防空能力 去到哪裏 那同時也說到 給以色列聽 就說 你可以攔截了我很多東西 但是如果我真的要襲擊你的話 那些高超音速的導彈 是可以打到你的 那大家都不知道 伊朗究竟 現在這件事 有核武還是沒有核武 有看誰的說法 有些人說 他已經很接近 提煉了這些農宿友 差不多已經可以做到 有些人說 他直接做了 如果這樣的話 他可以達到一個 對於太爾斯利的一個境界 就說 你不要還手 我家人很克制 但是你千萬不要還手 我相信他是希望做到這件事 就希望這件事就此了 明Sir 這次也要提到 伊朗也是第一次直接攻擊以色列 我們剛才看到 以色列就是炸伊朗的大使館 為何伊朗這次是用直接攻擊的方式 而不想想可能是用其他的渠道 去所謂一個報復行動 其實伊朗對以色列的還擊 可以分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就是剛才說的 用導彈、無人機攻擊以色列境內 或者在以色列其他地方的軍事設施 第二個就是可能利用那些代理人戰爭 就是胡塞武裝 來回來的珍珠黨 就是對以色列的攻擊 第三個就是大規模戰爭 那似乎伊朗對以色列的報復 就選了第一種 就是最輕微的 事先張揚的 讓你可以防備得到的 來做一個下台階 就是報復行動我做了 但是我就不想自成搞大 但是這趟無論如何 都是伊朗第一次面對真實的 對以色列的攻擊 以前沒有發生過的 希望這個事情能夠禁止 因為如果戰爭再惡化下去 就像他們兩個黑社會打架 最初就口角跟著動武 跟著又搞出人命 我最不想看到這些事情出現 但是這些大局政治 往往好像黑社會開片 這個真的是現代人類的悲劇 至於伊朗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其實伊朗是不想打仗 為什麼呢? 伊朗自己國內的問題很高 他的通貨膨脹很嚴重 經濟問題很差 失業率又高 自己的反對勢力又大 如果這個時候挑起戰爭 對以色列對美國的戰爭 他未必能承擔得起 所以伊朗是不希望打仗 但是以色列希望拖了伊朗和美國下水 而幫他在加沙的問題解決 Joseph 明Sir說 以色列希望拖伊朗 拖了伊朗下水 自然美國也要下水 但是這樣做 是不是真的對以色列有好處呢? 一個全面的中東戰爭 甚至一個全面的地區戰爭 對以色列應付 現在的哈馬斯 到時要應付伊朗 而美國不知道他的協助程度會去到哪裡? 其實對以色列有什麼好處呢? 對以色列來說 好處是很難說的 但是對於內探尼亞湖 有好處 這是真的 因為內探尼亞湖 現在的支持度 在國內 可以說是每況愈下 也有貪污醜聞的案件 是等著他審 如果他一天下台的話 停止了這個戰時總理的任命 他隨時就可能會受審 甚至可能要入獄都不行 而他現在的現時 他很希望達到很清楚 他希望將加沙和西岸 都能夠把巴勒斯坦人趕出去 能夠令到以色列的國土 正所謂這些石安主義 能夠真正完成以色列整個國土 都能夠淨化 完全是他自己控制到 謝謝冰Sir 謝謝Kennif 我們暫時休息一會 回來繼續討論這個議題 歡迎回到時事平台 我身邊繼續有時事評論員 陳敏明和何錦勝 這次要問到你 其實看到以色列都開始被國際社會 有一個孤立或譴責 我們看到無論是以色列的盟友 他們當然要求以色列克制 有些可能是其他國際社會的國家 甚至要求要停火 甚至要求以色列做了一個人道責任 最新的一位要求以色列克制的國家 包括了西方法國總統馬克龍 以色列會不會開始被孤立 而見到美國一直都要求以色列克制 以色列一直都不聽話 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會不會開始減低 一直以來西方國家都支持以色列 特別是去年10月7日 當哈馬斯越過邊界 對於以色列的平民發動恐怖襲擊 就令到西方大部分國家非常氣憤 全部都是站在以色列那邊 但是隨著以色列的報復 加了馬之後 令到加沙裡的巴勒斯丹人 平民百姓傷亡慘重 以及發生了一些人道災難 所以國際的輿論開始轉向 特別是互聯網現在發達 很多以前的主流媒體 未必會報導出來的新聞 經過這些媒體平台 媒聯網平台 好像TikTok這些 就將它公主於世 令到不只是阿拉伯國家 護舊世界知道這些慘況 而是全世界大部分國家 特別年輕人都看到 會直接影響到西方國家的疑問 所以到六個月之後的今天 西方國家轉移譴責以色列 支持同情巴勒斯坦 是會出現的 這是不極奇怪的事 但是問題是 因為以色列最大的支持國 或者盟國就是美國 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 以色列是很難捱下去的 但是一直以來 過去幾十年 美國都是沒有條件來支持以色列 包括這趟加沙戰爭 就是好像前幾天 星期四 在聯合國大會裡面 安理會裡面十五個國家 十二個國家是通過了 同意巴勒斯坦成為一個新的會員國 但是美國否決權 美國一票否決 這方面 美國站在世界大部分國家的對立 這個對美國的形象 或者對以後美國的影響力都會削弱了 Kennifer 我們看到明sir說到 其實以色列可以失控 美國是控制不到以色列 為什麼這次美國是控制不到以色列 美國其實是否可以說 我開始不軍事支援你了 以色列 你如果不聽話的話 是否可以走這一步 剛加的時候 就是美國的大選時間 而拜登可以說 是相當著重 他對民意方面的支持率 所以在現時來說 如果他說 是突然間宣佈說 我不再支持以色列的話 我相信 就是對他的民意的支持 可以說是一個自殺式的宣佈 而反過來 在美國兩黨的時候 很多時候 這些事情都是不同意見的 但是似乎在這件事情 譬如支持猶太人 支持以色列 一般來說 變成兩黨都基本上 是同一個路線的 如果我們記得 特朗普之前 就是把這個 以色列的首都 硬意搬去耶路撒冷 這個是非常得到 以色列各方面的民意的支持 我想不到 譬如說 特朗普在現時來說 如果 拜登說 宣佈放棄以色列的支持的話 特朗普就肯定在這方面 但是助手援過 大大的收取到 很多民意的支持 所以我相信 在現時這樣的情況看 令到 兩黨的投票選舉方面的問題 令到奈塔尼亞湖 已經計算到 你兩個都不能動 兩人都要支持我 否則你們兩個都不用選 所以在現時來說 這是可以說 不受他們的控制 Ming Sir,你覺得美國今年選舉 是否因為兩黨都會支持以色列 所以這次無論如何 即使以色列幾不聽話 美國都要繼續硬性騎虎難下 一定要支持 看來情況就是 Kenneth說得很對 其實美國是否一直以來都支持猶太人支持以色列 也不是 你看看二次大戰之前 當猶太人在歐洲被納粹德國迫害的時候 美國和加拿大對猶太難民有一個抗拒心態 我們是不想收猶太難民 即使他們回到歐洲會被送入集中營 美國和加拿大都收很少很少猶太人 因為一直以來在歐洲和美國的社會 排猶或者排斥猶太人的思想很嚴重 過去幾百年都是這樣 所以直到二次大戰之後 猶太人覺得我雖然有錢 但是我不能夠影響一些國家幫我們猶太人 幫我們國家 於是乎二次大戰之後 猶太人在美國那裡 就大量培養他們的精英 入政界 入金融界 入傳媒界 所以你看到現在美國 傳媒也好 金融界也好 政界也好 猶太人的勢力相當龐大 主要原因是 他用這種金錢力量 令到以色列可以受到一個大國的支持 一做到現在 所以共和民主兩黨很多議題上都可以不騙 但是對於打壓中國 以及支持猶太人 支持意識 是高度一致的兩黨 講到中國 我們看到西方國家 到今個星期開始制裁伊朗 不過伊朗一直以來都已經被嚴重制裁 再制裁多少才能夠要脅到伊朗呢 如果再制裁的話 只能阻止中國買伊朗的石油 不過如果真的阻止的話 似乎也會引起中國的反彈 究竟美國和西方國家 還有什麼牌可以出制裁伊朗呢 我相信它的牌可以打得出來的 就不太多了 因為各方面已經制裁了這麼多 再加上制裁的話 正如你剛才所說的 是不是連中國幫伊朗買油都不行呢 但是不要忘記 中國剛剛不是很久之前 才跟伊朗簽了一個十年的協議 所以我相信這方面來講 中國未必一定會聽他說 說不買就不買 加上現時來講 我相信美國本身 如果純粹從這個制裁方面來講 沒有什麼機會可以 令到伊朗是可以說擔憂的 似乎它在中東那方面 亦都失去了很多其他的盟友 譬如說以前來講 兩個集約派和一些順利派 是不對的 美國是從中 就一直挑撥這兩個派系的鬥爭 譬如沙特阿拉伯和伊朗 是不同的 非常之不友善的 反而在那方面可以制裁到它 但是這件事情 亦都是早前被中國瓦解了 就是沙特阿拉伯可以和伊朗握手言和 所以美國現時來講 可以用的牌真的不夠了 Ming Sir你怎麼看 究竟美國和西方國家 想制裁伊朗還有什麼機會呢 機會 Kenneth說得很好 似乎作用不大 因為其實差不多十年前 美國和歐盟和五個上任的歷史國裏面 是和伊朗簽了核協議 當時伊朗解除它的核子彈的研究 換取了美國放寬的制裁 但是很不幸地 特朗普上台之後 就廢了核協議 單方面廢除核協議 繼續制裁伊朗 但是這麼多年 伊朗沒有什麼大的問題出現 雖然它經濟有點困難 但是它原油主要出口賣 所以你現在再加碼制裁伊朗 我的作用不大 還有這個標準來說 似乎有點不太合理 因為是以色列這趟 對敘利亞的伊朗大使館攻擊先 現在伊朗報復的都是象徵性的 如果伊朗再被報復的話 後果是不是要伊朗再攻擊以色列呢 這個是沒有一天的互相攻擊 但是這樣制裁伊朗 伊朗就會不還手呢 我看來伊朗都不還 今個星期也出現了印太地區 我們看到在美國方面 美日飛三邊峰會 自己美國說不針對任何國家 只是加深與盟友的關係 當然中國表示反對 認為根本就是在印太地區 搞集團政治對抗 其實美國戰線現在很廣 我們看到無論在印太地區 見到以色列克馬斯的戰爭 甚至今天有伊朗的加入 見到俄烏戰爭 美國這麼多條戰線 如何處理呢 問問Kenny 我相信美國來說 現在可以挑起到處都是火頭 再加上不僅在地緣政治方面 在經濟方面也有很多火頭 現在它究竟可不可以應付得到呢 而反過來它可不可以不繼續去搞呢 我覺得答案是不可以 因為其實現在的現實來說 它已經處於一個可以說被動的地位 如果它不繼續去做一些事情的話 它似乎已經在外交上面 失了很多盟友的支持 譬如它的現實來說 譬如在這個中東 在這個南美洲 都可以說是失了很多支持的 而美元呢 也都可以有個勢頭 就是因為它自從俄國戰爭開始的時候 它取消了 譬如俄國在美國本身的儲備金的話 大家都對於美國來說 就是有些擔憂 再加上看得到 譬如說瑞士來講 它一旦宣佈了 譬如說對於外面來的存款 是可以公開了 為了配合了美國來反擊俄羅斯的話 那直成就令到很多人 就在那方面來講 拿走的錢 以為全部在瑞士 就是最安全 最保密 那這個不是的 就引致到瑞士本身 它自己的銀行體系 都已經整頓了一段 現在變成美國的現實來說 美金在很多個國家 尤其是剛才所說的 就是南美洲和中東 再加上 而馬來西亞 都是要求 在金磚那裡 希望提出 就是說 加入了之後 希望能夠 用另外一個幣劑 來取代了美金 那我相信 美國來說 在現時的情況 是可以說 是處於一個被動的地位 它變成不可以不繼續 去搞這些各種地緣政治 來將注意力 希望能夠轉移 而繼續去爭取其他人的支持 謝謝Kenny 還有多謝Ming Sir 今集時事平台的時間差不多 觀眾如果對今集時事平台議題 有任何意見 是可以去到我們的網站上留言 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會 type 都是別朋友 公道